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 这周我们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微博平台上发起了 这就是中国军人的一个征集活动 我们收到了很多网友给我们发来的大量的军人的照片 非常让人感动 一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希望和您一起来分享 敬请关注 我们今天的直播 身后的大屏幕虚拟观众席 现在芝麻开门吧 大家可以赶紧抢票了 是的 好 又到了我们每周日发布中国舆论场指数的时间了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最新鲜出炉的舆情榜单 本月19号 台湾一辆载有大陆游客的旅游大巴车 在台湾桃园县发生车祸 造成26人死亡 台媒称涉事司机苏明成 已因性心遭判刑 而拉游客团陪葬 但台检方位于正式 近日 维基解密公布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 1.9万多封电子邮件 选举黑幕随之曝光 奥巴马暗示普京可能是幕后黑手 目的是为帮助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 解放军报近期刊门称 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无疑将会给半岛局势增加新的风险点 韩国为美国火中取利 最终烧伤的只会是自己 中国外交部30号正式 中方有关部门近日依法对一名 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日本风靡 进行审查 相关情况已通报日本驻华大使馆 据国家海洋局网站消息 7月30号 中国海警2306 2337 31239舰船编队 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28号表示 中俄两国海军将于9月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对此 美国反应迅速 美国务院发言人称 期待中俄在南海的演习 不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28号表示 美国才是导致半岛局势紧张的祸首 发言人称 谁也无法预测将于8月举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将会诱发怎样的事态 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台湾智库30号发表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的不满意度大幅上升 达到36.0% 国民党对于蔡英文的不满意度则高达82.1% 显示蓝营支持者归对蓝绿二极化在线 近日 有分析认为 中方公布反导视频画面是针对韩美部署萨德系统的反制措施 对此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 中方适度发展反导能力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卖媒称 日本正在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升级爱国者PAC-3导弹拦截系统 旨在拦截朝鲜导弹 有消息称 中京举办奥运会可使升级PAC-3的预算不受军费预算限制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今天榜单上的热点 我们先来看看第三条和第九条 第三条还是跟萨德有关 就是军报谈到这个萨德的部署 说是为美国火中取利 使会烧伤自己 那么第九条就是国防部回应公开中断反导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两条有人就把它建立了一个联系 认为萨德的部署打破了东北亚的一个战略平衡 所以中方在这个时候公布中断反导 展示自己的太空反导能力 实际上是对萨德的一个回应 能不能够建立这样的这个联系呢 当然我们看到国防部的回应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但是我们嘉宾为您来分析 能不能建立这种联系不好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视频 就是中断反导实验的这个视频 在网络上的点击量超过了多少呢 2500多万 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反导是战略防御的坚定 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处 有和没有 那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第一次公布如此罕见 震撼的战略反导系统画面 引发外媒对中国反导技术的大猜想 反导拦截技术被誉为 目前世界军事最尖端的技术对抗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斌表示 中方适度发展反导能力 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提高防御能力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不影响全球的战略稳定 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 问题就已经积累了不少了 都是来自于虚拟观众席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 我们的中段反导能力如何 是否能够与萨德一交高下 来推送一个看一下 银克松说 萨德系统中的X波段 向控阵雷达探测距离 到底有多远 对中国的战略安全 有多大的威胁 原来说这个X波段雷达 能够探测到大部分的 中国地区 所以这个问题 大家也很关心 哪位嘉宾愿意先回应一下 宋老师 我们这儿应该有一个动画 大家也可以放一下 实际上X波段雷达 它是厘米波雷达 这个厘米波雷达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 比如2.5公分 就算是一个点速 一个像速 那么你这个波段越低 你的整个探测精度就越高 那么作为萨德导弹 防御体系来看的话 它实际上 它的整个探测距离 一般来讲的话 说它能达到2000公里 但是它实际上 会跟你的目标的大小 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你这个RCS 雷达反射节面积比较大 可能我看得就比较远 如果你这个雷达反射节面积 比较小的话 我就看得就非常的近 比如我们的隐身飞机的话 它未必能看得着 那么从萨德导弹防御体系 它的雷达工作 它有两种模式 第一叫前置预警模式 前置预警模式 它就要求看得远 比如能够看到2000公里 当然它看的目标 应该是大目标 并非是小目标 这个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 比如它真的能看到 2000公里之外的话 那么对我们整个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 甚至我们的华中地区 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意见比较大 就是因为你看得太多 包括不仅仅是 我们的弹道导弹实验 我们的飞机在起飞的时候 它也是能看到的 所以对我们构成了 重大的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萨德导弹的雷达 它有一个模式 叫火控制导模式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近 大概是200公里 因为整个萨德导弹体系 它的作战半径 就是200公里 所以它所能看的 制导的能力 也就是在200到300公里之内 这是它两种模式 你看有韩国专家说 我们只用后种模式 不用前种模式 这完全是不现实的 从美国研制 萨德导弹的防御体系来看的话 它就是两种模式 恰恰是符合 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里面 打造亚太反导体系的 一个重要的标志 所以我觉得美国 真正把这个地方 放出一个萨德来看的话 它不是为了防 而更多的是为了看 所以这肯定 对我们构成的威胁 就比较大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让美国三思 对别的国家构成 如此严重的军事安全的威胁 还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能是说了很多 不中听的话 我觉得它恰恰是美国人 在这个问题上 来抹黑中国 好 这个话题 应该还有不少的网友关心 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哪些留言 是的 有一位叫卷刀的网友 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专家好 网上公布的视频 都是几年前的了 那咱们现在的中段反导技术 和萨德相比 是不是毫不逊色 还有就是选择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 去公布咱们的国之利器 是不是有什么 其他的生意呢 谢谢 特别提一下 这位叫 网名叫卷刀的小姑娘 她是一位学霸 而且还是我们节目的 那个忠实粉丝 因为平常在微博微信的 这个互动平台上的互动当中 我们也了解到 她是今年以上海市 高考第六名的成绩 考入了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可以说是一位年轻的学霸 而且同时也是一位 年轻的资深的军事迷 平常很喜欢这方面的知识 再过几年可以来我们的节目 这个当嘉宾了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那这个问题 哪位嘉宾愿意回应一下 腾老师 因为这个学霸呢 问了两个问题是这样的 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 反导技术突破 我想这个突破呢 是有目共睹的 特别是2012年 2013年这两次试验呢 非常成功的 是这个命中这个把镖的 这说明呢 我们在这方面呢 是有这个突破的 但是呢 我可以强调一点 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这样一试验的时候 我们是坚决反对 外空武器化的 因为最近几年我们看到 在日内瓦财谈会上 中国和俄罗斯 几次联合提出来 这个防止外空武器化 这样一个草案 但是呢 被包括美国在内 这样也否决了 这是一个方面 我们在技术上没有问题 第二个呢 为什么在这个点上 我觉得这个点 大家可能跟这个 萨德联系起来 但是我认为呢 没有太多的关联 毕竟呢 它是在一个中断拦截 那么萨德呢 它整个一个 是一个在这个末端 高空区域拦截 所以两个段不同的话 所以这个拦截性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段 我觉得因为 八一建军节来了 我们需要这个 宣扬一大批 包括这个导弹专家 陈德明这样的 阴谋人物 所以这两点呢 我觉得 我们应该强调一下 所以把这个简单的 把萨德这样一个 末端反导 和我们的这个 中断反导的 这个画面曝光联系起来 确实不是特别的合适 另外呢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 确实围绕 萨德这个话题呢 非常的热 而且呢 美国其实呢 在它的策划之下呢 在东北亚地区呢 似乎要形成这样一个 反导的体系 所以很多的媒体呢 也非常的担心 会不会在这个东北亚地区 引起新一轮的 在反导层面的 这样的一个军备竞赛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呢 来了解一下 针对美韩部署萨德的决定 7月28号 中国国防部再次表达了 坚决反对的立场 据韩国朝鲜日报网站 25号报道 中国海军航空兵部队 近日在黄海和渤海海域 组织12个机型 41架战机展开对抗演习 这是韩美正式宣布 部署萨德之后 中国首次在与黄海临近的地方 举行大规模军演 28号 第四次中俄东北亚安全磋商 在莫斯科举行 双方一致反对美韩有关计划 将针对局势发展出现的负面影响 积极考虑加强双方协作的措施 部署萨德 连韩国人自己也不买账 29号 一场名为 誓死反对萨德部署 十万民众请愿的活动 在韩国举行 而类似活动 从韩美宣布部署萨德之后 几乎每天都在韩国各地上演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列宾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关于这个方面 是的 虚拟观众席 也有不少的问题 我们来看 樊心说了 尊敬的嘉宾老师您好 面对美国的三线反导网包围 我们都具备了哪些反制措施呢 这个问题 哪位嘉宾愿意回答一下 王明志老师 他说的三线反导网 可能指的就是这个三层反导 对吧 三个阶段 对于这个反导来讲的话 应该说难度非常大 它基本上相当于 用一颗子弹去打另外一颗子弹 所以反导的难度非常大 对于萨德系统来讲的话 它要进行有效的反导 必须要 首先要发现弹道导弹的发射 同时对弹道导弹进行稳定的跟踪 以及对弹道导弹进行 反导系统进行持续的这种控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对于萨德系统来讲 反制还是有一些措施的 我认为反制的措施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软干扰 电子干扰的方式 萨德系统的一个核心是 需要用它的雷达 来对它的反导系统进行控制 所以电子干扰可以让它看不见 这是第一个反制措施 第二个反制措施 就是改进弹道导弹的突防技术 这个改进这种突防技术来讲的话 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第一方面就是变轨 因为这个萨德系统要对反导系统进行控制的话 它必须要通过了解准确的弹道 来对反导系统的资源进行调配 这是需要花时间的 如果进行若干次变轨的时候 它是没有一个足够的时间 对弹道导弹的突防进行反应 所以变轨是反制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另外一个这种突防的这种战术 就是释放诱饵 在弹头中间释放诱饵的时候 有真甲混在一块 系统要这样准确的辨识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它不一定很清楚 第三个措施就是火力的摧毁 对于萨德系统来讲 它这些目标实际上是 都是抗毁能力比较差 也是比较大的固定的目标 因此可以用一些手段 来对它进行摧毁 一个对它的雷达 可以用反辐射的这种导弹进行摧毁它 另外一个 对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 可以使用巡航导弹 在低空进行打击 同时使用弹道导弹 和一些超高声速的 这样的一些空地力 精确打击的这种手段 对它进行打击 可以有效地破坏萨德系统 所以确实韩国媒体 其实也有这样的担心 确实实际上萨德部署 在这个地方对韩国来讲 确实是一个引狼入室 对自己也是一个 很大的安全威胁 我们再来看看 除了刚才我们的虚拟观众席 现在在网络互动平台上 也有很多的网友一些问题 几位嘉宾可以看看 面前的电脑 如果有特别 愿意回应的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推送到大屏上 我这儿有一些问题 可以推到大屏上 好 我们把宋老师的电脑 推送到大屏幕 他这个叫乔巴乔巴 他说我看新闻说 针对局势发展变化的 负面因素 中俄两国 是不是应该加强 双方的协作防范 这是您的粉丝了 东北亚地区会出现 什么样的局面 其实你看我们中俄之间 现在建立了战略学 作伙伴关系 包括我们现在进行 一系列的演习报 包括前段时间 进行联合反导演练 我们总是在说 不针对第三方 这是我们的一个 基本的基调 但是中俄两国元首 在前段时间 又发表了联合声明 这个联合声明里面 就是要维护世界的 和平与稳定 另外强调维护 二战之后的战后秩序 和二战之后的战后秩序 恰恰有很多的声明条款 来进行确定 包括你像某些国家 尤其是美国 日本等等 妄图改变的 恰恰是这种秩序 那么中俄现在 为什么要搞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 就是为了粉碎某些国家 妄图颠覆历史 这是我们现在 所达到的一个默契 包括你像中俄之间 仅仅进行这种 反导演练吗 不是 我们在海上 在陆地进行反恐 包括其他一系列的演练 表明我们是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 至于我们在哪个地方演练 那是我们自己该考虑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中俄应该是 整个世界稳定和平的正能量 发挥好正能量 世界就和平稳定了 也希望某些国家 不要总在中国的周边 包括在俄罗斯的周边 惹是生非 这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也会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产生破坏性的效应 千万不要当地区 世界和平的麻烦制造者 谢谢各位嘉宾 那么本周的关于这个榜单部分的梳理 我们就先到这儿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到 发红包的时间了 是的 接下来我们将发出 这次节目的第一个红包 赶快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各类优惠卡绪 以及由粉酒中国酒魂 特别提供的 十万元现金红包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将邀请一位嘉宾 来为我们发布 第一个红包口令 滕老师有请您 好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中国人解放军 已经进行了89周年 这样一个历程 那么我们有一段歌 就是说没有枪没有炮 只有这个鬼子给我们造 所以我们在最初的时候 我们枪炮 是鬼子给我们送来的 不是我们自己造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解放军呢 披肩之锐 我们不单单维护国家的安全 而且呢 还承担联合国的维和任务 所以呢 这个第一口令呢 我想是为国利器 太好了 我们的第一个红包口令是 为国利器 祝您好运 好的 欢迎进入热词大搜索 要为您搜索到的 第一个关键词 我们来看一下是 神秘蓝洞 那最近呢 西沙群岛的一处 神秘景观 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那之前它一直存在于 当地渔民的传说当中 那么它到底有多神秘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在中国西沙群岛的 永乐环郊 有一个神秘无比的 海洋蓝洞 从无人机航拍画面看 它的洞口呈现出 与众不同的深蓝色 如同一只深邃的海洋之眼 7月24号 三沙市政府正式将其命名为 三沙永乐龙洞 与此同时 一个新的世界记录诞生了 永乐龙洞 探明深度达到惊人的 300.89米 被证实为世界一只 最深的海洋蓝洞 全球为数不多的海洋蓝洞 徒步被冠以神秘案子 被科学家誉为地球 给人类保留宇宙秘密的 最后遗产 三沙永乐龙洞 有着悠久的传说 海南 檀门镇 渔民 世代相传 此处是定海神针所在地 孙悟空拔去定海神针 做金箍棒 留下深不可测的龙洞 也有渔民说 龙洞是南海之眼 常有正海之宝 本周还真的有很多网友 按照我们中国舆论场 也特别关心 说永乐龙洞里面 最深处到底有没有正海之宝 或者一些神秘生物 那我们今天现场做一个解答 我们请到了国家海洋局 宣教中心的主任 海南省三沙市生态环境委员会的 委员盖广生先生 几天前 他亲自潜到了永乐龙洞里面 一探奥秘 现在我们就问问盖主任 盖主任您好 您好 您是不是第一次潜到龙洞里面 在这个龙洞里面 您看到了什么特别神秘的 或者觉得 自己觉得特别神奇的东西吗 对 我这是第一次下潜到龙洞 下潜到二十多米深处 在这个深度 龙洞里面的情况还是很神奇的 首先可以看到 龙洞的洞壁上有很多的珊瑚礁 有很多的鱼 有小丑鱼啊 常见的小丑鱼啊 狮子鱼啊 还有鹰嘴鱼啊等等 那么我还发现一条 比较奇特的 在十五米左右的水深的时候 有一条长长的像绳子一样的 这个有胳膊那么粗 两米多长的 这么一条一个海洋动物 当时不认识它 后来上来之后 经过专家鉴定啊 结果是叫做刺斑毛深 是一个大海深 当然在龙洞的这个深度 二十米左右深度 还看到海水啊 它是比较浑浊的 就是可以看到海洋雪里边的 叫做海洋雪的现象 就是在上层透光层里边的 海水里边会漂浮着很多细小的碎屑 还有一些微生物 那么叫海洋雪 当然这个龙洞深度是三百米 人是潜水是到不了这个深度的 那么最深的呢 可以潜到前面有两个潜水员 曾经潜到五十米左右 那么我们最下面的三百多米 还是靠机器人来进行探测 以前我听说有一些国家呢 在这个蓝洞底部呢 发现一些远古的这种化石啊 或者一些古生物的残骸啊 那在我们这个永乐龙洞的最深处 您觉得会不会有一些这种 神秘生物啊或者一些残骸 对 我们的机器人 下到最下面的时候 下到龙底的时候 是没有看到这样大大型的 这种远古生物的残骸 但是在国外的龙洞里边是有些 国外的蓝洞里边 是有些这样的报道 但是龙洞本身 有一些沉寂的残骸在里边 不知道它的年代 那么要做这个地质年代学的研究之后 才能够知道它有离我们有多远 那么这个龙洞呢 还是很有科学价值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对它进行 100米水深下面 就是没有氧气的环境 那么它的生态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都有些什么样的生物 那么再往上面呢 就是做地层学的研究 可以探测这个龙洞的成因 还有它的这个整个 甚至南海的这种成因 还是很有科学价值的 期待有更多的发现 谢谢盖主任 谢谢您 好 谢谢您 而且我们看到了 西沙的这个永乐龙洞 已经被正式命名了 而且还有一系列的这个保护措施 也体现了中国政府 对于我们南海的生态环境的保护 相信我们的南海会越来越美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关键词 再来看一看 下一个关键词 我们要梳理到的是狂购武器 那么在南海仲裁闹局 渐渐落幕之际呢 作为美国一号排头兵的日本 不惜花血本 向美国大量的狂购武器 据说这些装备 都是要部署在东海方向的 那就有人要问了 这是想挑事的节奏吗 那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想要武装到牙齿 日本买武器的脚步 从来就没有停下 近期美国批准了一项 总额高达8.21亿美元的 对日军售案 日本将从美国手里购买 246枚标准2舰队空导弹 这些导弹将被安装在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四艘金刚级 以及两艘爱荡级驱逐线上 几天前还传出消息 美国将为日本生产 四架V22鱼鹰轻转悬翼机 这些鱼鹰将部署在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出云号直升机驱逐线上 这还没完 日本2016-2017年 武器采购清单很长 包括6架F35A战斗机 3架RQ-4全球鹰无人机 11辆AAV-7 两栖突击车等 与此同时 中国在钓鱼岛的 正常巡航 却被日本歪曲为入侵 不少外媒评论说 日本狂买导弹 扩充军备 真正的意图是在东海 感觉日本在南海仲裁闹剧当中 似乎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现在在东海方向 似乎又有蠢蠢欲动之势 我们看看今天虚拟观众 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 是 针对这个话题 的确有不少的问题 有一位网友刚刚发来的视频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专家老师好 日本的金刚级和爱荡级驱逐界 在之前就已经配备了 标准三防空导弹 那么为什么又还要 配备标准二防空导弹呢 这样的用意是什么 确实 这应该是一个军事迷 哪位讲评愿一回 滕老师 我觉得金刚级爱荡级装备 这个标准二 标准三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配套使用 因为我们知道 标准导弹呢 是美国从60年代开始研制的 主要是装备海军的 用于这个防空的 那么在60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巡航导弹和单导导弹 还没有那么普及 所以所有的这些这个 拦截这个兵器呢 主要还是针对飞机 你比方说到82年 我们还看到这个 马岛海战期间 对这个皇家海军 构成最大的威胁 还是阿根廷的这个飞机 它投资过来这个兵器 所以呢 日本这样装备呢 我觉得还是这个 成梯次的这样搭配 有这个远的 有近的 有高的 有低的 所以这样的话 形成一个多层次的 一个防御体系 对它随便舰艇呢 形成一个防卫 同时呢 它还可以对这个 包括这个外空的 一些这个武器系统 包括这个卫星 包括这个运载的 这个火箭导弹 进行这个打击 它是一个攻防兼备的 这样一个系统 所以不单单是给自己 提供一个保护 同时呢 还要这个具备 有多种这个能力的 这样一个进攻手段 好 我们再来看看 虚拟观众局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的 再来看 世界太小说 日本不单单要 下血本买武器 我看新闻说呢 日本又想借着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 档口升级 爱国者反导系统 那专家怎么看呢 还真是 日本最近在反导方面的 这个新闻很多 标准来标准三 还有升级爱国者 哪位叫 宋老师 实际上日本 特别喜欢找借口 我记得2012年的时候 当时朝鲜准备 发射运载火箭的时候 日本说机会来了 我赶快把我的标准 三星导弹 往琉球群岛上部署 之前他一直想部署 找不到借口 后来发现 千载南方的机会 很快就部署过去了 你看现在日本 买了一堆的武器装备 无论是F-35 包括RQ-4等等 他现在说什么 说我要看朝鲜 我要看中国 而且去年的时候 所谓的新安保条约 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他现在可以对外 来行使用兵了 既然如此的话 他就需要更多的武器装备 来装备自己的自卫队 这是他现在所需要考虑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 他买什么武器 实际上他自己说了不算 他背后的主子 也就是美国人说了算 美国人说 我卖给你F-35 你想要F-22 是不卖给你的 另外你必须得买全球鹰 为什么呢 你买全球鹰 我就少放几家全球鹰 你可以替我美国来侦测 整个东海以及南海的情况 包括他也让日本 在买其他的一系列的 反潜的设备 包括扫雷的设备 等等这些东西 恰恰就是让日本来分担 自己的某些武器装备 研制的计划 这里面提一个 就是标准三型导弹 标准三型导弹 实际上它到目前为止 有三种型号 一个是EA1B 再加上2A 这个2A型号 实际上是美国跟日本 联合研制的 为什么美国不怕泄密 要找日本来联合研制的 就是要让日本来分担军费 这就是他现在所考虑的 包括我们所熟知的 美国现在在准备搞的 助推级的弹道导弹的 拦截体系 搞了很长时间 搞不下来 为什么呢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没钱 最后把日本拉进来说 你投资 到时候这样一个成果 你可以享受成果 但是你不能参与整个研制 这实际上就是美国 想尽一切办法 要榨干美国的军费 要榨干日本的军费 要让你为我 马首是瞻 最后你搞的 这套反导体系也好 进攻的体系也好 只是我美国对外 扩张的时候 我军力的一部分 所以美国所做的事情 恰恰是在控制日本 而日本自身呢 也愿意借美国 这个所谓的亚太战略再平衡 实现自己的军备的独立 最后走向 所谓的废除和平宪法 日本这么 最近这么集中的释放 一些反导方面的信息 是不是也有给美国施加压力 然后想换得 这个萨德部署在日本 这样的一个意图在里面 萨德一定会部署在日本 而且从某种程度来看的话 日本是自愿地要买萨德 而在韩国部署萨德 实际上是美国将自己的武器装备 部署在韩国 给美国的军事基地里面 这两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但是日本现在想买萨德 部署在日本的军事基地 这是他现在所考虑的 其实我们今天说 萨德说的很多 萨德美国现在在把萨德 进行这种比较大的升级 它以前的萨德 也就是现在的萨德 它的作战半径是200公里 它现在升级版的萨德 将会达到600公里 而且它这个萨德新体系的话 将可以拦截 我们现在所说的高超音速武器 所以美国现在打造的 这个萨德体系 恰恰放在韩国 放在日本 你说它针对的是谁 朝鲜哪有这些东西 针对的就是中国跟俄罗斯 现在以及未来的武器 没错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 下一个关键词 接下来我们又到了 这个给你真相的时间了 那最近中国正在经历着 今年以来最大范围 强度最高的高温天气过程 有很多人得了热射病 而且这个患者 都是以老人和儿童居多的 那么热射病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它的危害有多大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舆论厂记者的独家调查 你知道热射病吗 热射病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知道中暑严重的时候 会致命吗 这个还真不知道 我以为中暑一般会晕倒 但是没想过这个还会致命 看来大家对热射病 了解程度很不够 专家表示热射病是中暑 发展到严重阶段的一种类型 患者体温一般超过40摄氏度 危害重大 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 那随着体温进一步增高 它会造成我们机体的 很多的这种煤的活性减低 那伴随有这种病人的 这种严重的神智障碍 就可能出现昏迷啊 甚至这个病人出现 生命危险这样的情况 不完全统计吧 这个热射病的死亡率 大概接近60%到70% 专家提醒 控制体温是对热射病患者 进行治疗的核心 在将病人送医之前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 简单的前期处理 比如将患者转移到 凉爽舒适的环境中 并辅助物理降温 如用温水或冰水擦雨 在热射病患者配合的情况下 还应该尽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专家提示 中暑严重时可致命 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特别是老人 孕妇 儿童 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 应在高温高湿的天气 尽量减少户外运动 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适当地服用 预防中暑的食品和药物 并在症状严重时及时就医 好的 感谢我们的记者 带给我们的真相 接下来梳理到的关键词是 中俄连演 那28号呢 中国军方宣布 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 中俄两国海军 将于9月 在南海相关海空域 举行代号为 海上联合2016的 联合军事演习 中方强调 这是两军例行性演习 演习不针对第三方 据悉 俄太平洋舰队将参加 中国海军舰艇则更多 由于这是中俄首次 在南海海域举行联合军演 外媒异常的敏感 美国到达一耙撑 不希望中俄演习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那一说到中俄联合演习的消息呢 我们的在线观众席的 这个问题就有不少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小小葫芦说 我特别想知道 中俄这次演习的时间地点选择 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吗 好 这个问题 哪位嘉宾愿意回应一下 宋老师 实际上我觉得这次演练 应该是一种例行的演练 包括你像我们之前 跟俄罗斯在黄海和东海 跟我们的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 都进行过连演连训 那么轮是不是也该轮到 南海舰队了 包括南海舰队本身 也具备很强的战斗力 可以跟外军 比如跟俄罗斯军队 进行相互之间的学习 我觉得这是一种 机会均等的一种方式 至于把它放在南海 是不是跟南海现在局势紧张 有关系吗 我觉得关系不大 为什么说关系不大呢 首先刚才 其实我已经提到了 中俄两国元首 已经发表了声明 要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那么放在南海 本身也是在维护地区的 和平与稳定 但是有一点 大家不要误解 中俄两国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而不是盟国 既然不是盟国的话 我们之间不可能指望 我们南海问题 俄罗斯帮我们来解决 俄罗斯的所谓的 南千岛群岛问题 中国来帮它解决 应该双方只是在军事上 有一定的侧应 有一定的相互之间的 这种所谓的互保 至于其他的一些核心利益 我们自己来负责自己的利益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虚拟观众席 还有没有问题 好的 还有不少 我们来看一下 豆豆别豆说 中俄连演的消息一出 美日反应最强烈 美日在担心什么 又在害怕什么呢 好 这个问题我们请 滕老师来回答一下 这个我觉得有点 美国大惊小怪 而且它还是一种 周官放火不许百姓 点灯这样一个态度 在南海实际上 我们跟俄罗斯演戏 是完全正常的 例行性的训练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海军最近提出来 近海防御原海护卫战 一个战略方针之后 我们不断地走向远洋 我们不断地跟所有国家 甚至跟美国 目前正在跟这个29个国家 在这个夏威夷 进行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那么我们跟俄罗斯 进行演习大惊小怪 我觉得还是一种 心态的不健康 你比方说 他老认为 这个地区比较敏感 那么他在这个地区 按照美国自己的统计 每年的话 可能要举行几十次的 这个演习 包括自己搞的 跟这个菲律宾双边搞的 还有跟其他国家多边搞的 那么只能他在这搞 不能中国在这搞 我觉得这种霸权的 或者是强盗的逻辑 对我们来说的话 没有必要 这个做出过分的反应 应该是按照我们既定的 这种演习计划 继续我们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好的 谢谢各位嘉宾 那我们接下来 红包时间又到了 是 第二个红包 已经准备好了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来 分享各类优惠卡券 以及由粉酒中国酒魂 特别提供的 10万元现金红包 那么我们第二个红包口令 将是由目前获得点赞数 最多的嘉宾来为我们发出 那下面我们把这个任务 交给宋忠平 宋老师 邀请 谢谢 那么我们现在评了这么多 也希望你们来评 所以这个口令就叫 快来评 好的 好的 第二个红包口令是 快来评 祝您好运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中国舆论场 接下来是 你评我也评 这样一个环节 我们在节目开始都说到了 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 那么在八一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 在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 强调 要努力建设 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盛的 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相适应的 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 同时呢 习总书记在视察陆军机关的时候 还强调 要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 现代化的新型陆军 所以呢 习近平两度提及军队建设 也引发了媒体和网友的 强烈的关注 纷纷点赞 当然了 要强军 首先呢 要有特别强的军备 军备也是 一直是外媒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这是2016俄罗斯国际军事竞赛最热门的话题 96B堪称中国陆军最新型主战坦克 此次一亮相国际场合就击身夺冠大热门 只当陆地霸王还不够 夺取制空权至关重要 牵动外媒神经的另一款重磅装备就来自空军 有报道称 中国歼20战机即将进入实战化部署 中国很快就会成为航母超级大国 美国各分顿邮报的这个标题 通话出中国的航母蓝图 该报披露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 正在上海附近一家造船厂秘密建造 报道还称中国海军计划在2025年拥有6艘航母 其中将包括两艘核动力航母 且第一艘国产航母今年年底就将下水 这意味着中国海军将很快拥有航母作战能力 并最终成为航母超级大国 说到航母就不得不提 被誉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 其飞行速度比一般巡航导弹更快 甚至能在飞行最后阶段 改变轨道追击目标的大快头 一直是各国媒体追逐的焦点 所以我们看到2016年仅仅过了半年 我们看到中国的军备建设 又取得了一系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 那关于这方面呢 相信网友的问题一定也会非常的多吧 是的 一说到强军 大家的热情更为高涨 我们来看一下 爱吃肉说 96B坦克的涂装好好看呀 真帅 据说呢还是去俄国参赛夺冠的大热门呢 那96B都有哪些优势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好 因为96B不光是颜值高嘛 所以哪位嘉宾愿意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宋老师 实际上为什么颜值高 这一次我们采用的是数码涂装 黄色的 非常帅气 对 那么从它本身的性能来看的话 不光是帅 性能也好 当然我们的96A坦克在两年之前 其实也参加过俄罗斯的坦克两项赛 其中有一些表现确实不好 我们也客观地去承认 但是呢 从上次的比赛 其实我们认识到在俄罗斯的比赛 实际上是有意第二 比赛第一 我们可能贯彻的是 比赛第一 有意第二这种考虑 那么现在我们的96A坦克 已经升级为96B坦克 至少在它的整个火控能力上 包括它的防御能力上 机动能力上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但是跟俄罗斯的特切二相比 我们的信息力比它要强 以前坦克比的是三项指标 刚才我所说的 以后的坦克要比四项指标 尤其是信息能力强弱 决定了你这个坦克的生存能力 强还是弱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 一大优势 从另外一层面来看的话 我们的96B坦克 在整个的比赛的过程中 不光是坦克好坏 关键在于你这个驾驶坦克的人员 包括这种操炮的人员 你的能力究竟强还是弱 能不能在俄罗斯的坦克 两项赛里面夺贯 就像我们平时考试一样 临场发挥好不好 给你的装备再好 临场发挥一定要好 我相信我们的战士的心理素质 一定非常好 那么有去年的基础 前年的基础 今年夺贯应该就是个大人文 没错 那接下来呢 关于这方面 可能还有不少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 是虚拟观众器 现在给网络互动平台上的 网友留一些问题 哪位嘉宾面前的这个电脑上 有需要推送到大屏幕的问题 我这有个问题 感觉挺有意思 王老师 我们来看看 请把王老师的这个电脑 推送到大屏幕 就是这个问题 谁煮小辣椒这个是吧 对对对 问到又是航母又是歼20 想问问王老师 中国有能力同时 建两艘航母吗 另外现在歼系列飞机 那为何歼20被关注 在维护空防安全当中 发挥什么 他问的是两个 既问航母又问这个歼20 对对对 所以这问题很有意思 如果说在前20年 人们来谈论 中国会不会有两艘航母的时候 肯定会有一些犹豫 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 再提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现在从国家利益的 这种拓展来讲的话 已经到了有效维护 国家利益的这样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同时我们的经济实力 也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 所以我个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是有能力 同时建造两艘航母的 至于什么时候需要 这是根据国家战略的要求 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下一个问题 就是歼20 为什么引起这么样的关注 应该说这个问题吧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在十多年以前 我们谈论的还是歼10飞机 那个时候给国人 一个很大的振奋 但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歼20出来了 从歼10到歼20 它不是一个型号的拓展 而是一个本质的提升 是从一个三代机 到一个隐身飞机的 这样一个跨越 所以它会引起国内外媒体 和国人的这样的 一个普遍的关注 它是一个能力的 一个质的飞跃 歼20在国家安全中间 能够维护国家安全方面 能够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我个人认为 它可以在四个方面 有效地发挥 这个歼20的作用 第一个就是 它作为这样一个 新型的飞机 可以对三代机 构成一个跨代的优势 应该说 作为一个隐身飞机来讲的话 它和具有 不具有隐身飞机的 三代机来讲的话 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在制空作战中间 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话来讲 它具有很少 三代机的这样一个能力 我们的周边的一些国家 主要还是以三代机为主 所以它在制空作战方面 它可以发挥它的 特殊的优势 第二个方面 就是它在应对隐身 隐身飞机的这个方面 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 应该说 对抗隐身飞机 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用隐身飞机 所以歼20的 这方面的优势 我觉得对于 应对我们所面临的 一个比较复杂的 隐身威胁来讲的话 它可以发挥 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方面 作为歼20来讲 它也具有一些 空对面突击的能力 它可以在这种 进行空对面 精确打击的方面 发挥它的一种 非对称的优势 最后 它是一个 吸引系的一个强的节点 所以它在执行 侦查 情报 监视 这个方面 可以发挥它的 信息上的综合优势 对于获取情报来讲 可以发挥 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合四方面来讲 它对维护国家安全来讲 可以发挥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 网络活动平台上 还有问题很多 我们看看哪位嘉宾 还需要推送到大屏幕 有吗 陈老师有问题 那我们这样 把陈老师的电脑 推送一下 这个也是第一个 咱们军队现代化的问题 我觉得军队现代化 它实际上是个动态的 不能说今天 这个到此为止了 我们现在看的话 我们这个建国以后 进行了11次大规模 这种军事改革和裁军 那么每一次的话 都是我军 不断地向现代化迈进 那么从全球来看的话 实际上上个世纪70年代 以信息技术为主的 这样一场军事革命 正在轰轰烈烈地影响到 整个一个军队建设 和这个战场 这个作战样式 你比方说过去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都是 单打独斗的 这个个体的这种对抗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话 是一个系统的对抗 你比方说 我们这个航母要出动的话 它不是一下就把战斗机出来了 它要有这个直升机 要有这个电子战飞机 要有预警机 要有加油机 那么整个一个形成一个体系 来跟另外一方对抗 那么有了这个体系 就是一个现代化军队 所以现在两个制高点 一个是信息化 一个是外空 那么对中国来说的话 我想在这两方面努力 最近几年有了长度的发展 比方说我们海军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以航母为核心的 这种海军的发展战略 实际上这个引领了 包括我们这个对空对海 你比如说我们零娃2C零娃2D 那么这样一些先进的军舰 这个纷纷加入到现役 它就要有一个理论的牵引 这个过去是大不相同的 过去的话 我们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 而我们现在是有什么理论 来牵引我们军队的 现代化发展 这个是一个发展的大的趋势 好 那确实我们看到了 这个强军 强军不仅要有这些尖端的设备 这些尖端的军备 同时还要有强大的军队 还要有高素质的军人 现在是炎炎夏日 又进入了这个热血练兵季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7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南海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军演 多军兵种联合作战 海空军协同配合 有效提升了解放军 应对外来威胁的实战能力 近日 陆军 空军 展开一系列跨昼夜高强度演练 网友大呼过瘾 代号为火力2016青铜侠的 陆军炮兵部队跨区演习 火热进行 参演的陆军第39集团军 某炮兵旅重点演练兵力投送 连续跨昼夜使兵对抗 综合火力突击的科目 充分检验了陆军的作战努力 而正在进行的2016环太军演 中国海军派出的导弹护卫舰 恒水舰 导弹驱逐舰 西安舰在主炮射击科目演练中 一举命中所有目标 交出一份优异答卷 四射演吧 预备 预备 放 热血练兵计 那么确实呢 可能今天虚拟观众席呢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关注这方面 我们在了警力评呢 带我们来看看 好的 来看一下 大海波涛说了 现在无人机 隐身战机等 高科技装备发展很快 陆军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针对陆军来问的 我们刚才确实谈到很多海军方面 那么现在看看陆军 那位宋老师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说的时候 应该考虑一点 你看现在空军 海军 确实在实现隐身化 陆军也在搞隐身化 你像我们陆航的飞机 比如我们的武装直升机 现在的武直时看似不隐身 但是未来我们下一代的 武装直升机应该是隐身的 这是一方面 提到无人机的话 无人机这个东西 对于陆军非常的管用 现在无人机 在我们各个军兵中里面 都在用 小到单兵可以扔的无人机 那么大到战略无人机 像美国的全精英这样的无人机 我们都在部署 那么在陆军无人机能干什么呢 无人机最早是作为靶机 比如我的高炮打靶 我的地空导弹打靶 它是用来打靶用的 这个比较简单 其次呢 侦查 那么侦查一段时间 发现你不光侦查 你还能够打击某些目标 这就变成了 查打一体的这个概念 包括你像我们陆军的炮兵里面 有大量的无人机 他们干什么用呢 它实际上是进行毁伤评估 比如我的远程火箭炮 打到200公里之外 我究竟打到目标没打到目标 我派人去不合适 我得派无人机到上面去转一圈 如果打着了 我不需要再准备 下一轮的火力打击 如果没打着 我可以再准备下一轮的攻击 所以无人机 现在在陆军里面 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 包括未来的军兵种 一定要实现无人化 隐身化 信息化 这三化决定了你这个军种 是否符合现代战争的需要 好 再来看看还有哪些问题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确实还有不少的问题 呆萌的星星说了 最近有外媒公布了 全球常规军力前七位的国家 中国综合排名第二 那请问专家 中国军队实力到底怎么样 好 这个问题哪位嘉宾愿意欢迎 王老师 关于排名的问题 到底中国军队是排在第几 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必要 太过多地去介意这样的问题 因为在排名的问题上 实际上国际上的这些机构 对于这种排名来讲的话 它标准是不是太客观的 还是来看飞机多少 军舰多少 坦克有多少 这是一个 还是一个以这种平台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观点 现在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了 一个网络中心了 所以把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没有考虑进去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 对于中国军力的这样的一个排名 西方实际上 国外的一些在评价的时候 它会用一些有色眼睛 来看待中国的军力 它需要夸大中国威胁的时候 通常把中国的军力 渲染得比较厉害 需要来贬损中国军队的时候 它通常抓住中国军队的 某一项弱点来无限地进行放大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关注 到底中国军队排名多少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中国军队我们从自己的 这样的实力来讲的话 我们做一个纵向的比较 而不跟其他的国家 进行横向的比较 进行横向的比较 容易陷入一个军备竞赛 这样一个怪圈 我们从自己来讲的话 已经质量有了一个 很大的这种飞跃 从中国军队的实力来讲的话 国家利益拓展到了一个什么边界 中国军队的力量 就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边界 能够有效地捍卫 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 有效地支持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 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有能力 捍卫我们的主权和国家利益 对 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建设的标准 对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那么刚才我们针对 这样的一个话题 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的 军力发展这样的一个话题 进行更多的讨论 当然我们说强国离不开强军 强军才能安国 今天我们你说我也说的 第二个话题是 我们看到在南海方面的 这种博弈仍然在继续 尤其在本周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 我们看到中国是通过外交的努力 成功地化解了个别国家的企图 继续拿所谓的南海仲裁闹剧 来说事的企图 结果很多的外媒都说 这是中国在外交上的一个胜利 当然有个别国家 其实在南海问题上 还是出现了出尔反尔 甚至言论变化非常之快 这样的变色龙这样的表现 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7月25号 美日澳突然抛出一份 涉南海联合声明 呼吁中非遵守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仲裁结果 要知道就在当天 美国国务卿克里 与王毅外长会谈后 明确表示 美国对菲律宾单方面 提出仲裁案的内容不持立场 表示南海仲裁翻篇了 网友不记纳闷 这翻脸为何比翻书还快 对此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 现在是检验你们 是和平维护者 还是搅局者的时候了 其实美日澳联合声明 不单是南海还有东海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幕后主谋是谁了 据悉 这份不光彩的联合声明 是日风一手起草并推动的 中国外交部表示 作为域外国家 日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日本外相安田文雄 竟放言称 南海是对日本事官生死的 重要海上通道 并表示将与菲律宾 进行紧密合作 助其提升沿岸警备能力 所以通过这个短片我们也看到了 在南海问题上最有意思是 日本反而跳到了前台 现在是闹得最欢 而且甚至说南海变成了 什么日本事官生死的 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看 关于这个话题 是不是在虚拟观众协 有很多的网友关心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 陆宇说了 日本是南海域外国家 为什么非要说南海 是它的生死通道 而且点名请宋老师 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正好 刚刚说到也是这个问题 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 宋老师您怎么看 我是在这儿说 还是到前面说 您就 那这样吧 我们大屏幕还是放一些动画 我们请宋老师 结合动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来 又请 实际上一看这个图 大家就清楚 日本总是在强调一个 叫一千海里的海上生命线 是从日本的最南端 一直经过中国的南海 走马六甲海峡 然后到阿拉伯海 最后到波斯湾 这个就是所谓的 一千海里的海上生命线 但是他认为 在南海这一段 似乎被中国有掐断的可能 所以这么多年来 中国什么时候掐断过 它的一千海里的海上生命线 这完全是他在抹黑中国 找借口 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段 包括日本现在总是在说 南海事关自己的核心利益 甚至南海事关自己的生命 想把南海变成生命海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图上画得很清楚 南海大量的有石油 天然气 而且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话 日本的很多公司 已经跟南海周边的国家 开始进行石油的开采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而且现在又有专家说 南海将会是第二个波斯湾 所以如果能够在南海采油的话 是不是一千海里的海上生命线 就变成了五百海里 它不需要再跑到波斯湾了 所以对于日本来讲的话 它想把南海变成日本海 而且它现在一直认为 自己是南海的域内国家 所以这恰恰表明 日本染指南海 就是希望跟中国来争 南海的主导权 那么换句话来讲的话 南海我们现在发现了石油天然气 而且发现了大量的可燃冰 这个可燃冰所能够开采的 这种经济效益 比石油天然气要好得多 日本认为这些东西 都是未来他们国家发展 重要的基石 如果中国控制的话 将会让它的生命 得到所谓的窒息 所以实际上日本 是在南海的利益面前积眼了 没错 现在有点不太理性了 好的 非常感谢宋老师 谢谢 请您回座 谢谢 实际上保持南海的自由航行 最大的受益者 实际上恰恰是应该是中国 所以中国作为自己的 南海的主权拥有国 所以中国实际上是 最希望保持南海的自由航行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在虚拟观众心 确实还是有 我们来看一下一段视频 会为网友提的问题 各位专家老师好 我有个问题 想请问各位专家 在南海仲裁闹剧中 中国在外交上先赢一局 但是作为美国和日本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说我想请问各位专家 他们在接下来 还会出其他什么招数吗 哪位嘉宾愿意回应一下 王老师 实际上美日 它可能会采取的措施 在四个方面 美国已经有一个 明确的南海的一个战略 它第一个就是搞威慑 第二个是建立一个 盟国和伙伴国的体系 第三个是通过跟中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双边关系 来进行控制风险 第四个就是用一些国际法 来捆住中国的手脚 从现在来看的话 第四个就是利用国际法 就是所谓的非法的仲裁 来捆住中国手脚这方面 这一方面它已经失败了 所以今后它可能会 美日会采取的措施 在前三个方面 可能会进一步地 采取一些措施 第一个从威慑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可能会把一些更先进的武器 在中国的周边进行部署 在海上来讲的话 它可能会向中国的周边的一些国家 提供一些先进的海上的装备 还有向日本出售一些 先进的作战飞机 来提高这样的一些力量 同时还会构建一个 盟国的体系和伙伴国体系 拉域外的一些国家来参与进来 最后还会跟中国 做一些谈判这样的一些措施 所以对于这些招数 我们也应该有应对之策 好 相关的话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 还有各类卡券 以及由粉酒 中国酒魂特别提供的 十万元现金红包等着您 好的 欢迎回到中国舆论场 那么本周 我们在中国舆论场的 微信微博平台上 发起了 这就是中国军人 八一特别征集活动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 我们大屏幕上呈现了一张张 令人动容的照片 就是我们的网友 给我们发来的 那其实除了这些照片之外 还有网友给我们发来了 很多精彩的留言 也想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 比如说 这位网友说 你想受到的安全 是中国军人默默为你承担了风险 洪水肆虐 是中国军人堵住了溃口 硝烟炮火 是中国军人直面生死考验 维护世界和平 南海主权 还是中国军人 时刻准备着冲锋在前 说得好 为这些最可爱的人的点赞 是的 我们本周的中国舆论场 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 感谢各位嘉宾 也谢谢电视机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 和各位网友们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